大家好,这里是天空玄界 如果是有空国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首相的案例 从这个首相来看 指度非常的饱满 手指调打 这个掌面也是厚重 是典型的土形掌 土掌人喜欢户外和大自然 不喜欢待在家里 那么同时也是一个富有探索精神的人 做事重信誉讲诚信 偏传统偏保守 这是土掌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特点 我们从这个手指的形态来看一下 手指呢 指节点米康文还是比较明显的 越往小指的方向越多 说明了这个晚年运势还是不错的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小指过三观不愁吃喝穿 和子女缘分身后 晚年能享子孙福 这是晚年无忧的一种 这个晚运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 相对来讲 我们看到这个食指见缝隙 早年运势早年早难于前 说是这个财运会来的稍晚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信息 我们来看这个掌秋和纹路的一个状态 那么掌秋呢 金星秋还是比较饱满高龙 体质加精力充沛 运势根基非常的深厚 同时呢 月秋也是非常饱满 月秋呢 是这个做事 月秋饱满的人一般做事啊 想象力丰富啊 创意十足啊 变通能力非常强 穷子变变得通啊 这个变通能力非常强 从这个脑线的弯曲有弧度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啊 不是那么这个很死板的人啊 这个是懂得变通的人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小指 这个食指根部啊 迅宫啊 这也是正裁位所在啊 正裁位呢 有一些杂纹干扰 但是呢 我们细看这些杂纹呢 还是有不错的一种特点啊 这个纵横交错 形成一种紧字纹啊 虽然这个有一些不成形啊 有一些不标准啊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缺口啊 那么还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寓意啊 这个裁员还是比较稳定 正裁本职工作 稳定少起伏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条非常吉祥的符号 就是从生命线初期意识 往中指土星丘方向延伸的 这条千金纹啊 代表又从底层崛起 变得富有的一种潜力啊 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本身 这个木星丘的位置 也是代表这个野心和抱负 包括这个食指的状态啊 但是呢 这个在事业方面呢 还是跟面向的一种格局差不多啊 有一些啊 这个偏营养质啊 在事业心和报复心呢 有一些不强啊 虽然说有这种千金纹的加持 但是呢 整个木星丘还是有一些折皱啊 所以会影响这个千金纹的一种啊 发挥 那么从这个湖河火星丘也可以看得到 还是有一些啊 这个面对一些困难和阻碍的时候 比较难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呢 这个比较啊 传统保守或者是比较谨慎的一种人啊 这个是一个少了一些破例和胆石啊 这个是需要啊 多调整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啊 对应的 对面的啊 这个第二火星丘啊 比较饱满的人一般的 这个正能量 正义感非常的强 道德感比较强的人啊 这个遇到一些 这个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啊 比较容易行侠仗义啊 这个道德感非常强 所以说宁愿是自己啊 或者是自己 这个付出一些辛苦劳动啊 也不会说是走歪门邪道啊 这是道德感比较强的一种意思 小指根部水星丘啊 还是比较饱满啊 这个口袋 我沟通能力还是非常强啊 从这个面向当中 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之前讲到这个面向当中呢 唇薄宽而有收啊 所以是善言不多言啊 这个沟通能力非常强 但是呢 也不会犯口舌是非啊 在这个言语方面呢 懂得这进退 同时呢 这个小指根部水星丘 前财术纹还是有啊 偏财还是有一些啊 并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有保镜纹加持啊 就是这个手指的指纹呢 出现在掌丘上面 是比较少见的啊 也能够催忘一定的偏财运势 但是偏财呢 有风险啊 这个不亦长久的去沉迷其中啊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 我们来看一下纹路啊 纹路来看 生命纹和初期呢 和脑线还是有一些粘贴稍长一些啊 这个是 这个也符合土长人的一种特质啊 土长人的偏传统保守啊 偏谨慎 做事呢 计划性非常强 犯错误的机会比较少啊 但是呢 有一些放不开手脚啊 就预先一些事业或者职场上 发生的一些机会啊 那么容易有一些错会错过这方面的机会啊 这是有利有弊啊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处 还是建一个大导文啊 这个导文呢 是脑线为人文啊 代表自己啊 生命线为地文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啊 这个分离处也是自身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出入社会闯荡啊 建一些动荡和坎坷啊 这个是 从这个分离处的导文 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 那么不久之后呢 从留年来看 基本上25岁左右呢 建一条亲密关系线啊 这在这个面相当中的额头也有反应啊 这个额头建横文啊 可以看到25岁左右呢 有犯情伤的经历啊 这个是包括这个亲密关系线 也是建横文干扰 可以看到这一点 这是有关感情方面 同时从感情线呢 锁链文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啊 还是有一些啊 这个偏桃花旺的体质啊 容易有一些烂桃花的干扰 那么不过遭遇这次这个桃花之后呢 似乎啊 生命线慢慢的逐渐加深了啊 这个因缘的到来也会让 虽然有一些因缘建阻碍 但是呢 运势也会慢慢的提升啊 能力也增强啊 逐渐的适应社会 我们注意到从这个中期呢 还是有一个横文干扰到这个生命线主体啊 这个从留年来看 基本上是35到38岁左右 这个时候呢 建一些啊 事业方面的动荡啊 我们看到这个横文呢 也干扰到事业线啊 这个事业线呢 事业建一些阻碍和瓶颈啊 这个需要啊 这个从啊 这个本身的一种个性来讲的话 还是这个人员方面还是不错啊 所以还是要多拓展人脉啊 结交人人员啊 拓展交际圈呢 才能够凭借贵人的帮扶啊 让这个这个事业度过危机啊 这是事业方面的一个事业看啊 那么横文之后呢 生命线恢复常态啊 恢复常态 那么从整个啊 这个祖线来看还是不错啊 特别是这个脑线 脑线是不但看出一个人的啊 聪明才智啊 同时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波动啊 那么这个圆主呢 这个脑线非常不错 形态非常的好 啊 这个少倒纹和一些杂纹干扰啊 内心心态还是比较稳定啊 这面跟面相当中也是比较符合的啊 这个面相比较沉稳儒雅啊 心态很稳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脑线和感线之间呢 见神秘的十字纹啊 神秘的十字纹呢 是代表特别到了晚年呢 容易和佛学 闲学 或者神学结缘啊 内心的获得平静 这是一个心态的调整能力非常强啊 我们注意到从这个生命线尾端来看呢 我们可以到从注意到从这个啊 从流年来看 基本上到了六十岁左右建一条内侧的关系线啊 这个关系线 我们说关系线看流年呢 甚至到了晚年呢 还是会有一些 经历一些这个夕阳红 晚年夕阳红的一种事情啊 这个也是啊 这个比较少见的一种闻路 同时也代表啊 他和过去的一些啊 有嫌隙 有嫌隙或者有仇的人呢 达成和解啊 有两种寓意 一个是夕阳红 一个是跟过去有仇 或者有这个关系不太好的达成和解啊 这个释怀啊 这个是有这方面的寓意 那么生命线尾端呢 还建了一些短暂的错位和分叉啊 这个是从流年来看 基本上到了这个啊 六十八到七十岁左右 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啊 健康方面的一个坎啊 过了这个坎之后呢 生命线尾端绕数 晚年可享高兽啊 这是这个晚年的一个运势啊 关于财运方面呢 财运线还是建一些断续啊 包括在面向当中也有所体现 比稍建孔啊 容易为人慷慨 大气啊 容易这个仗义输才 在财运方面呢 也有一些财进财出啊 需要补充财库才能够化解 包括这个失业线呢 这个形成的这个元宝纹呢 也出现这种开口啊 出现开口的话 也是容易漏财 需要补充财库 这是整体的一个 首相的一个分析啊 如果是有空过 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